全身瘫痪的女人被丈夫放到浴缸里 不成想坏了两年的水管居然出水了 眼瞅着水位越来越高 感觉自己就要跟这个世界说白白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女人的脚居然可以动了 此时强大的求生欲让她使劲动了动脚趾 去勾住那堵住排出口盖子的铁链 经过她艰难的努力排出口被掀开了一个小口 然而排水的速度远远小于出水的速度 眼看着水位就要到达女人鼻子的时候 她使出洪荒之力用脚狠狠一转 没成想搁置一声铁链竟然掉了下来 把猛逼的女人瞬间给整猛逼了 就在女人手足无措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对面花洒水管挨着的水管开关 她决定最后放手一搏 只见她用手慢慢去扒了旁边的花洒 拽住一头慢慢用手一拉 索性她成功触碰到了开关 水流的速度顿时减了一大半 即使这样女人的危机依旧还没解除 她伸出左腿的右脚使劲往下一擦 排出口终于被打开了 决堤的洗澡水瞬间急流涌退 就在女人喘着粗气庆幸自己逃过一劫的时候 意外发现自己的手和全身居然都可以动 就当她爬出浴缸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的时候 眼前的一幕让她彻底惊呆了